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报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消息 那就是自从最高法院宣判了罗素韦德案之后的两个月里面 美国发生的合法堕胎就至少减少了一万例 那么其中呢德克萨斯州的跌幅最大 在法院裁决后的两个月里呢只有十例的堕胎记录 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就不得不归功于代祷者昼夜不屑息的祷告 还有川普总统在任内的时候 安排了支持生命的保守派大法官进到最高法院 这样他们才推翻了罗素韦德案 让现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就有一万名的婴儿获救 可以成功降生 那在这个期间呢也的确呢是有很多人跑到外州去堕胎了 但是相比起没有推翻罗素韦德案之前 人数是大大大大的减少了 这是非常值得庆祝的 但是当罗素韦德案被推翻了之后呢 现在的堕胎法是由各州可以自行决定 仇敌是不甘心放弃向撒旦献婴孩为祭的这样一个机会啊 所以是正在以很大的力量来继续建立撒旦的祭坛 那么在我们即将到来的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中呢 就是有三个州要修改州的宪法来支持堕胎 要实行更加邪恶的 而且是把杀婴孩合法化的 而且是大量使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这种留人血的罪行 那么要修改州宪法增加支持堕胎的三个州 一个就是加州 我们在选票上都能看到了哈 提案一号 Proposition 1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密歇根州哈 那在他的这个选票上面呢是提案三号 那还有一个就是弗蒙特州 在他那里是article 22 是第22条 那其中呢密歇根州哈 在这三个里面是极其极其邪恶的一个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立法者呢 不仅想要把堕胎放进州的宪法里面 而且他们还在这一个法案里面 加入了一个并不是很引人注意的词 那就是绝育 这个密歇根州的三号提案呢 是为所有年龄段的人创造了无限的 而且是不受监管的堕胎还有绝育权 如果这个一旦通过 将不需要父母对堕胎和绝育有任何的同意 而且可以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 允许学校的辅导员带着孩子去做这些行为 那这项法案呢是由Plant Parenthood 这个计划生育组织啊 还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共同撰写的 那他们这个目的毫无疑问 非常的明显 就是为了要大力的推行他们现在所推行的LGBTQ的变性同性的议程 想想看哈 他们给孩子从小就教育这些极端的性教育 让儿童在非常小的年纪 大脑就受到这些刺激 而且把孩子性化 这毫无疑问的 就会导致这些孩子在非常年轻的年纪里面 就会导致一些性行为 然后会导致早孕呢 那现在这样一条的宪法求助案呢 就会使得这个孩子可以瞒着父母去堕胎 那同时呢 他们又大力的宣传LGBTQ变性同性这样的议程 这样的思想 让孩子开始厌恶自己的身体器官 让孩子在青春期他的身体发育的时候 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让他们不知所措 让他们开始厌恶自己的第二性症发育 然后呢 他们又在宪法求助案里面偷偷的加进去绝育 让这些被洗脑的孩子 可以在没有成年人同意和监护下面 为自己决定要做绝育手术 而这种东西居然有人让他要变成一个宪法的权利 那这些无耻的法案背后呢 就是邪恶的政治目的 而牺牲品就是我们的孩子 真正引导这些事情 发生的在背后的操盘手就是撒旦 他瞄准我们的下一代 想让我们的下一代变成最后一代 他要杀死在子宫里面等待出生的孩子 他要绝育变性这些正准备进入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走上这样一个永远都不可能生产的道路 那拟定这个法案的人 如果真像他们说的一样 说我们是为了权利 我们是为了女性的自由 那么他们大可以说 这个条款仅限成年人 但是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冲着小孩来的 而且一旦这种宪法修正案通过了之后 是非常不容易被推翻的 密歇根州这个一旦通过的话 再修改就必须要州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同意 然后才会提交给选民 让选民来投票 但是你知道这样一个东西 可以出现在选民的选票上面 这就是已经是州议会同意的事情 也就是密歇根州的州议会 同意让孩子去堕胎还有做决育 那当然如果这个东西要是通过了之后 你想要推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只是在历史上的成功率都是极为罕见的 所以我们不仅要为加州 还有弗蒙特州的这一次 投票要投的宪法保障 堕胎权的事来祷告 我们也要为密歇根州 这个更为邪恶的 让孩子做绝育的宪法修正案来祷告 那当然有坏的法案也有好的法案 虽然有这些恶法在路上 但是在此次的中期选举中 也有保护生命的法案 有两个州将在11月中期选举中 让本州的选民决定 在州宪法中增加不支持堕胎 还有保护出生活婴的条例 那其中呢 肯塔基州的二号修正案 就要明确的在宪法中加上说 不支持堕胎 他们很多人之前说 我们的州宪法呀支持堕胎 或者像他们之前最高法院 在50年前的判决 说我们这个美国的宪法支持堕胎 其实他们使用的都是隐私权这样的借口 他们说堕胎属于隐私 所以宪法保护隐私权 那就等于宪法保护堕胎 那这个说法是完全完全错误的 如果这一次他们可以在宪法中加上说 明确的写上说我们不支持堕胎 那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们没有办法 再使用隐私权作为借口 说宪法保护堕胎 那还有一个州呢 要修正州宪法 要增加说要保护出生活婴 那这个州就是蒙大拿州 我最近呢 也看到纽森在YouTube上面打很多广告 说鼓吹让大家去投票 一定要支持加州的一号提案 要让杀人变成被宪法保护 所以我们要继续祷告 要让加州密歇根州 还有弗蒙特州的选民们觉醒 要认识到生命是上帝神圣的创造 要认识到堕胎是杀人罪 而且起来在投票中 向支持堕胎说No 不要叫留人写的罪 留在自己和后代的手上 让这些要修改宪法保护堕胎的法案 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中 都要被拦阻 不能够通过 那我们呢也要祷告 要让肯塔基州 还有蒙大拿州的选民们 都要出来投票支持 保护胎儿 还有出生婴孩 这样的宪法修正案 他们敬畏神 还有尊荣生命的行动 要影响到全美各州 那有位观众朋友呢 在周二的节目中 给我们留言 他也是热爱生命 但是他一提到堕胎这件事呢 他总是有一些顾忌 他就觉得说 有很多怀孕的妇女 哪怕是被强暴的 对吧 那他怀孕的期间 他还是要有花费 他养孩子还是要有花费 那如果要是说 经济实在困难 那要怎么办呢 因为养孩子的花销 实在是太大 我在这里回答一下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杀人不应该是 任何情况下的选择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 都出生在富贵的人家 有很多的家庭 过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穷苦的 但是他们可以用他们的力量 把孩子给养大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 然后我们要明白的就是 生命是极其极其宝贵的 不能够因为钱的问题 选择杀死小孩 如果要是实在经济上面有问题 或者是实在没有能力抚养的话 可以选择领养 只要上Google上面 我那天就去Google上面 随便搜了几个字 就是Adoption Organization 就是这个领养的组织 马上就跳出来一大堆 而且呢 他们不仅是可以领养 而且还会提供经济方面的援助 我甚至都没有打开网页 在外面就写着说 如果你决定了 你选择了说 你可以把你怀孕的孩子 送去领养的话 他们会支付怀孕期间所有的花费 所以钱不是问题 在生命的面前 不应该有任何的犹豫 那如果有观众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有堕裁的想法 请你联络我们 我们愿意帮助你来联络领养的机构 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但是这个解决的方式绝对不是杀人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